维多利亚的秘密 自模特生涯中十分亮眼的一笔 而今年在上海举行的的维密秀 虽然秦淑陪无缘 但还是有刘文 西梦瑶 何岁 居小文四位 老人 如期而至 以及陈渝 谢心 王毅三位新人的强势加盟 此外还有张亮颖作为演唱嘉宾助阵 可惜的是作为东道主的他们 虽然因此更加备受瞩目 已然承包了昨天 今天甚至有可能还有明天的相关热搜 但西梦瑶的意外摔倒却也让这场秀看上去并不是十分完美 而张亮颖虽然完美完成演出 更是轻松用808达斯特米肖尔德斯夫的歌曲串烧 以及英文 二单 沃克福尔伊特 将全场的气氛一再点燃 但他的爆炸头以及整体造型 却不仅让王思聪将其错认成蕾哈纳 也让不少网友表示看不懂他的时尚根本格特不到美感 平心而论 张亮颖当天的装扮其实很用心 为了贴合米伦尔 PINK 千玺粉红 主题 他特意穿上了一身来自达茨乐2018春夏秀款套装 白色半透明套装 而内搭则来自VS的黑色星星运动胸衣 但他这身装扮不仅被影看上去真心神似蕾哈纳 即便是正面看着也是毫无违和感 不过这次为蜜秀最尴尬的环不是隔空撞脸 蕾哈纳的张亮颖 也不是走秀时摔惨了的西梦瑶 而是关小彤 人家只是想好好跟魏大勋合个影 没想到身后却是因为来晚了没有座位得站着的网红小王 还不小心把对方拍进去了 更尴尬的是对方发现了还用 和著名阴线女演员关小彤合影来形容他 至于这句看上去是褒奖的评价 没有网友会误认为王思聪是真心想夸奖关小彤 包括他本人 因为今年与古力纳扎 迪利热巴相继传出绯闻的陆涵 在十月初认爱关小彤时 武力小王不仅下了断言两人半年内必分 还直言傻袍子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蠢萌 巴特 不管是西梦瑶 张亮颖也好 还是关小彤也罢 虽然现在网上关于他们的话题文章N多 但小编觉得他们都并非是这次为蜜秀最大的热点 最抢劲的还是当属 事故多发体的网红小王 毕竟这三人的热点都离不开他呢 最后 小编还想弱弱的隔空替广大网友问一句 小王 你家的狗生赢家 王可可呢 四个月不更薄了 可是失宠了吗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 又括号点